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 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约书雅记的十八章 梦想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产业 必须自己奋力去取得 凡我们脚掌说他自己 上帝应许都要给我们 但不要想白白得着 因为凡不是自己流汗 流血 流泪 脚踏实际去得着的 所谓天下掉下来的礼物 容易得着 也容易失去 那不是祝福 反倒是灾难 现在他们继续在世罗 因为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 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 从耶稣亚的话中 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次分地和第二次分地 必须距离一段很长的年日 也许耶稣亚也不耐烦地说许重话 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说 耶华你们列主上帝所赐给你们地 你们单元不去 要到几时呢 也许耶稣亚要他们每个支派 选出三个人当侦察员走遍那地 按照各支派应得的地 画出地图 分成七份 好 分给七个支派 这里我们看到 犹大支派在南边 约瑟加的北边 其的七个支派都从这两个支派中 里面或周遭外围得他们的产业 没有人知道 上帝需要给我们的产业究竟有多少 就像没有人知道自己是那零五千 或是零两千的 或是只是有一千的 犹大支派和约瑟加的产业会那么大 因是他们积极努力 竭力去得着 不知不觉就把境界扩张了 而其余的七个支派 看起来十夫没有那么积极 因为所得的地不多 主要是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你们开门 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祝福和应许 是丰丰富富 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为祂是慷慨自然的天父 唯一能限制我们境界的 就只有我们自己 在上帝的国度中 我们不应该化地自现 只想安逸满足 须知学如逆海行舟 不进则退 我们如果不能竭力 在上帝面前得喜业 做无愧的工人 反省谨慎 尽自己的职份 恐怕在上帝面前很难交账 那时候就后悔莫及 因为那一日才发现 上帝给我们的居然是五千 但我们却只赚了两千 还有很多的祝福 我们没有得着 因为我以为赚了两千就够了 就心满意足了 但上帝却不喜 因祂的心没有得到满足 我们只贪图自己的安逸 没有让神的心得满足 这也算是亏欠了神的荣耀 求主赐免我们懒惰的罪 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竭力在神面前得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 神圣而不满足的心 渴望更多将荣耀归给主 愿神赐福听他坏人